猪蹄属于怎么做都好吃 一段时间不吃就想的那种 前一段做的麻辣猪蹄 这不某人又想吃了 麻辣的怕上火 那就做一份最简单的黄豆炖猪蹄 做法也不太一样 往下看就明白了 黄豆提前泡发 猪蹄切小块 切葱姜 准备八角桂皮 香叶冰糖 锅里加入葱姜 料酒 清水 烧开后撇去浮沫 猪蹄必须要多煮一会儿 把浮沫去干净 这样才能减少意味 然后转入砂锅 加入准备好的配料 不用加水 直接加一瓶黄酒 黄酒不但能更好的去异味 而且酿造发酵的那种酒糟香味 在炖煮过程中会让猪蹄更纯香 这个是清水做不到的 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间根据火力 还有你喜欢的口感来决定 中间可以加水 但一定要加开水 炖好后加盐调味 然后再炖个十分钟就做好了 虽然是道普通的黄豆炖猪蹄 但因为黄酒的加入 让猪蹄更纯香 而且酒糟的香和猪蹄的香融合在一起 啃上一块舒坦